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今天跟大家來試玩一個新遊戲 妖怪正傳 大家看到這遊戲的畫風 就是以這個水墨畫的形式 即是無論進去之後 你看到角色、地圖、戰鬥的畫面 都用水墨畫的形式來表示 挺漂亮的,跟大家進去看看 裡面有很多角色的造型是非常有型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本人很喜歡水墨畫的玩偶 是挺正的 讓你們看看畫 因為我覺得畫是很吸引的 還有戰鬥也挺特別的 待會跟大家玩一下 進來這裡,看到這些全部都是可以拿回來 有些是跟劇情拿回來,抽回來的角色 這個是男主角來的 第一個是這個 這兩隻我就開了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詳情 進行二連擊的角色 它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因為有些角色是懂得補血 有些角色是屬於盾系 法師系 不同系列的角色都有很多 有些是全體回血 自己吸血 有很多技能可以用到 後面 你看到有很多很帥 月主蓬萊 夜魔蓬萊 這些不同的角色 因為這些角色我未有 我就沒得這麼大距離看 其實如果開得多之後 它還有一個妖怪畫卷 它應該就是類似你會 著燈 即是你有的就著燈 也是 儲了整張圖 你可以全部著燈 很帥 事不宜遲介紹一下大家的遊戲玩法 其實有分故事和探索的 開個故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的故事 裡面有些動畫 是挺有趣的 自己有興趣的話 可以詳細進去看看 我現在開到第五章 它裡面有主線劇情 有些故事 有些水墨畫的故事 也很有趣 給大家看一下 這段類似是說 它在客棧之後 會撞鬼 很有趣 這些畫是挺漂亮的 如果自己有興趣的話 下一個遊戲 再看一看劇情 不如直接介紹一下 遊戲裡面的戰鬥玩法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 這個 衝虛道場 它裡面其實教得很仔細 進去試一次給大家看 它裡面其實很詳細的 介紹裡面的戰鬥是怎樣 我直接去最後那個 不斷告訴大家 是怎樣 其實整個遊戲裡面 好像戰棋的玩法 一隻角色 每隻角色 你都有自己的攻擊範圍 如果你兩個角色 即是同一時間 都可以一起打同一隻怪 當你移這隻角色 去打這隻怪 它就會有一個combo技能 一開始你要先排陣 先看你的角色 應該放在哪 我這隻 花末 打前面兩格 我先把它排在這裡 雷陣子 好像也是打前面兩格 對 接著這個 這個 亦庭 就是打橫三格 所以排在這裡 你看到這裡排完陣之後 我這個 男主角 放正中間 開始遊戲 只要我男主角的角色 向前退一步 我就會打 旁邊這兩隻怪 又會連動到 其他怪 的攻擊範圍 即是會踩中他們的攻擊範圍 他們都會一起攻擊 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四個一起連擊 一起出技 輪著出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連擊 因為 你不是說 純粹一隻角色打一個 你要想一下怎樣排位 角色哪個放在哪個位 怎樣排下去 這件事很考心思 大家是要慢慢去摸索一下 除了剛才說的連擊之外 我還不是說很多妖怪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有些是擊飛技 有些是控制技 有些是吸血 有些是治療 有些是治療 治療就是你每一回合打中一隻怪 之後 他都會幫全隊回血 先 我應該這隻 放上來 這裡 對 打完 一起練動 然後這隻就會走過來 救我 好痛 好痛 這隻是吸血 這隻不是範圍回血 它分兩種 因為一種就是吸血 就是回血的血 另外一種就是 一打完之後就全隊一隊回血 你看到這些 這幾隻角色就是吸血類型的角色 裡面是幾多不同的技巧 大家玩的時候 要學一下 最後就有些 他會告訴你 有些是屬於法系 盾系 類似 就試這關給大家看一下 即是有些法系列的角色 你看到這隻 對面那隻蛇 女 他的攻擊範圍 其實不能打到近身 但反而有些盾系 角色就只能打近身 你就可以 克制他 即是我不停追著他來打 他永遠都打不到我 但我就可以屈死他來打 都可以屈住他 其實你按對面的敵人 你就會看到他們的攻擊範圍 這隻是打前面三格 這隻就是打前面一行的三格 所以我就放在這個位置 接著開箭 一開始的時候 我衝過去他 因為我打在旁邊 我就打到他 他呢 就攻擊不了我 他的距離 但是他也沒有任何位 可以攻擊我 他只可以避 這個時候我就繼續攻擊前面這隻 因為兩隻都是法術蟹 兩隻都是打前面一格 他調了旁邊的那個 打直三行 我屈他 我就站在他旁邊 那他就沒辦法了 他們就個個都沒有可能打我 我站在旁邊這個位置就很安全 可以屈死他們 你瘦死了 OK 輕鬆 基本戰鬥 大家就學會了 現在跟大家去試一試 不如試一下這個妖怪對戰 跟別人去打一打 好了 我現在有這幾隻角色 基本上 用這一隊來打別人 看一看別人有什麼角色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你真的要看清楚別人的角色是怎樣打 這隻就打不到近身 他很多都是 這邊這兩隻打不到近身 右邊兩隻 是法術系 然後這一隻就打旁邊的石獅子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這隻近身放到右邊 屈他 石敢當呢 三階也挺正的 打兩格的 對打下去看看別人怎樣走 我再想想怎樣走 我覺得第一下應該 不要走 等對面過來 雙點自己的角色會停留在原位 嘩 嘩 這麼大力嗎 一二秒了我 總之說是不是都走一走 哦 這隻七等級的小青來打你 OK 他就這樣打 他沒有特別的年紀 那我這裡就年紀 這樣對小青做出大一點的傷害 年紀很重要 基本上你真的走多一下 這個意思 如果那一刻他動的角色 沒有打到那隻怪 那就不會發動其他攻擊 不是說放定在那裡就會打 哎呀 不夠遠 但不行 不夠遠我都要走 這隻 要不然就站定在那裡給他打 OK 這隻小青呢 很漂亮啊 可以 練技到他 但這個要走遲一步 先打他石獅子 不夠步 所以其實現在我的角色還是低等級 他的角色有時候會進化之後 打的範圍和距離會再大一點 慢慢殺他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輕鬆 其實整個遊戲的戰棋的玩法 大概就是這樣 10等級之後 其實那些角色就可以進化 進化之後應該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 黃浪狼 他應該 現在養成多一個進化 進化之後 就有機會 會令到他的能力值提升 這裡你看到 進化之後 有機會令到他的攻擊範圍不同了 或者多了 能力值會升 那 材料在哪裡呢 就是探索 探索也挺有趣的 他真的進入了一個地方 試一關給大家看 你看到嗎 就是主角在四周圍走 是一個水文畫 這些就是這些罐子 應該要收拾這些東西 對 小仙圖 收拾這些 來進化 有機會 遇見妖怪 在街上 遇見了就要戰鬥開始了 不是 小怪來的 這些不難打 因為在探索裡面 除了可以收拾到的東西 還有一些小BOSS 還有一些大些寶箱可以收拾到 可以自己進去再慢慢玩一下 這些黃又特別一點 黃其實是佔四格的 黃佔四格的話 所以有時候打 有些角色可能 你同一時間碰到他兩格的話 是計算攻擊他兩次的 最後和大家 打一打這個九十九層塔 這個基本上就是不停打上去 越打得高 你的獎勵就會越高 但我現在打第三層 應該就 剪壓了 如果我有隻法師系的話 我想說 我有隻法師系可以一次打前面三隻的話 這樣就可以立即秒了 這個關 所以要快點進化到 你的獎勵 那些技能真的會好用很多 OK了 他移了上來 我移過去三連擊 不錯 好了 今天和大家試玩了這個妖怪正傳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妖怪 或者是一些水物風格 以及一些戰棋類型 怎樣去想 怎樣去排位 去打的遊戲 這個可能是適合你的 今天試玩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